十兩倍 得咖宜 民心極少 來喔 來這喔 來看喔 我們三號都是日本親口的 參考一下啦 喔 那好像不錯喔 那又不會男朋友啊 咦 我們都是男朋友啦 但是現在很多男朋友 也穿越重了 不然你就參考一下 你開笑喔 會這樣嗎 來喔 客人 這裡喔 我們的衣服很好穿喔 喔 還有小孩什麼啊 沒有啦 小孩在住的都很快 你買一買 拿回去放 很快就可以穿了 喔 這樣不用啦 買一而已啦 不用啦 來喔 來買衣服喔 客人 來坐啦 我們的衣服很好吃耶 欸 衣服還可以吃 你是累了耶 嗯 唉唷 怎麼是你十兩八啊 你在那裡說風兩月 你怎麼知道現在經期多差 生理多難做 我每天發 每天叫 叫到頭粉粉 鬧鈍鈍鈍 說話說我去加錢 你去哪裡 啊 我要來領錢去奉獻 什麼話啊 唉唷 我賺錢賺到要無名 你記得領錢在要去奉獻 那你是全家派去了啦 欸 這是我們做基督的習慣 要奉獻十分之一啊 蛤 十分之一 這樣就是十八耶 喔 想不到你兄弟 這麼想 比政府挑水 挑得更多 唉唷 你兄弟是富多有多多啦 風現就是水義 要歡喜感恩 但是兄弟知道人 很辛苦把錢拿出來 所以聖經就在說 兄弟規定猶太郎 風現十分之一 今天在基督堂 就參考這個比例啦 好家在我不是猶太郎 貪得不夠開 還要關十分之一 猶太郎自小時候 擁身這樣習慣 好像開那個百分之九十 當一個人 有這樣擁金習慣的時候 表示說他真的要理財啦 但是錢真的真難貪耶 聖經就在說啊 賺錢的機會 跟賺錢的能力 都是相對的收視 只要你願意付出 不要給錢看太重 相對會打開天上的湯 將福氣給你賺下來 所以猶太郎 所以變成全世界最富裕的人 齁 聽到你這樣說 我的心很像耶 你不是要去領錢 想說還領一萬塊錢 後果的相對收視我十萬 那個時候我這麼害怕你 那是相對沒有給我十萬 就是你騙我 一萬塊就算你賠 這樣不是很合理嗎 各位觀眾啊 你說這樣夠合理齁 人生一條戲 歡迎收看 人生局長 陳吉祥在派談 還方便 是對嗎 今天要跟大家來討 我們基督徒在說 奉獻 這到底是要怎麼處理 竟然說奉獻 十分錢 你知道嗎 唉唷 青椒就不夠 又打光 我自己賭道 都在賺不夠 又在賺到最低級 所以我們民間信仰 有幾句話 生過奉獻 只顧佛祖 然後基督也不說 生過奉獻 只顧雅 不是這樣啦 一位朋友 基督教的奉獻 的觀念 是不一樣 不是奉獻 給這些生命 讓他們開心的 奉獻 是因為基督教的 整個觀念 因為你說 賺錢的機會 是相對給你的 因為你說 你的賺錢的材料 也是相對給你的 所以奉獻的精神是什麼 奉獻的精神 就是說 你說 你所賺的 不賺的 你叫是說 這都是我賺的 相對 相對沒有給你機會 一角形 你就賺不到 相對沒有給你 相對沒有給你 財靈 全全機會 你就沒有財調 賺 你也是賺不到 所以奉獻的 不要他的精神是什麼呢 感恩 不是感謝說 我最近要 特別順利 最近賺大錢 不是 是說 感謝我可以有工作 感謝上天 你對我這麼好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外來這個世間 都要常常準備 感恩的心 如果感恩要有行動 什麼東西 最難拿出來 錢 錢最難拿出來 所以相對說 你對錢拿出來 最實際 相對我感謝你 那嘴 嘴 嘴在說不算 落地拿出來 相對我感謝你 相對我來落地拿出來 錢拿出來 錢就是我們人 用命換 你知道嗎 先用一個故事 說有一個年輕人 很好 還做官 還做得很好 來到亞蘇面前 整個 你知道嗎 在亞蘇面前 整個說 亞蘇 我怎麼 才能進天國 亞蘇說 你做人怎樣 我做小孩 都遵守 這些十條改名 我都有遵守 我盡量 我都不能做 為佩良 什麼事情 亞蘇說不錯 五年紀這麼輕 就都行這麼沉 亞蘇通話說 這樣 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 你做一件就好 那很困難 你都做得夠 這簡單 怎麼簡單 你將你的錢 拿出來 冠冠的 如果你再來睡著我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少年 聽著聽著說 蛤 要拿錢 我先來去 他就走了 你知道嗎 所以 人 想看不開 就是錢 好騙人 他的好騙就是錢 看不太重 他很想賺錢 不才有錢 你如果錢 沒看得很重 你可能要好騙的機會 他會比較少 不是沒有 會比較少 所以好騙的人 真的很好騙的人 錢 應該都看不太重 散的人 錢也看得比較重 他就沒有錢 所以他要看錢看得比較重 所以我們世間人 錢 都看得很重 這真正常 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我請問 等待你要離開 小孩的時候 你錢要花得了 一定花不了 所以人生是一個很大的悲劇 我們很辛苦賺錢 到我們死的時候 錢又花不了 因為你不敢花得了 你要欠很多錢 對吧 所以我問一個朋友 他說老闆師 我告訴你 如果有人要祝禪 我覺得我這一步 很好用 因為我是個朋友 腳底說他要祝禪 有人說 你像開了 你什麼事情 別問那麼多 一個人要四萬元很多 我只要問一句 你錢花了之後就買 他說人家 你知道嗎 還沒 錢花了之後是在四三 明天我塞車子要你載 我做朋友 我其他人沒辦法幫你幫忙 我這位可以幫你打開錢 我錢快把你打到中 你如果錢打到淡淡淡 那時候你要死 我都不會把你打 這樣 那些朋友 我也要死 你一個人說什麼話 所以世間有一個很大的悲劇 就是人都要死 要存很多錢 你知道嗎 那很大的悲劇 那錢都會讓你的命換 結果你要死 還存錢 還不然在見頭 所以我說這個禮方 我說這很有道理 這很有道理 所以我一次說這個故事 一人一人說 阿南師父 你下半大怎麼不說 你只說真半大 我說 什麼叫做真半大 人生很大的悲劇 就是人都要死了 又錢買不掉 那真半大 我說蛤 我不知道下半大 我說什麼你不知道 下半大人生有一個更大的悲劇 就是剛才要死錢都會拿掉 所以人生兩個比較 一個是要死那裡還有錢 一個是要死那裡還有錢 一個是要死那裡 已經沒有錢 什麼意思 就是錢的永遠是你的困惹 你知道嗎 剛才說 我要死的時候 錢剛才我拿到後 讓你回到那裡有過 那世間就沒有這種人 你知道嗎 因為你不知道當時要死 問題在這裡 所以錢 不能看這麼重 所以基督教的觀點說 錢叫做生活之物 生不帶來 數不帶去 所以 上帝說 你為了要來負責這個理論 不可以負責到你死 就是你平常有貪的時 你就要感恩 就要負責出來 你就要負責出來 所以基督就要奉獻 不是上帝在欠錢 是我們要有一個感恩的心 十塊裡面拿一塊 拿出來 奉獻 感謝 再來呢 就是上帝幫我們拿錢 說不可以負責多少 買多少 你如果負十塊 只可以負九塊 所以要多負責 要減負責 所以這是一個理責的環節 這是訓練一個人管理錢責 不是所有貪的都貪的 在貪的所有錢裡面 百分之九十 你可以自己開 百分之十 那不熟意你 所以這是科研一個人 你要管理你的錢責 因為 心情說你的錢在哪裡 你的心就在哪裡 所以你如果能管錢的人 你的人生 你要管理得很好 你就是人生的一個性理祖 就對了 所以希望今天透過這個節目 給大家來思考 要認識 賺十塊 關一塊 你如果做得到 你就是一個成功的人 還有一集繼續看 留心講一講 Gstorm的 我們會的 在 tickets 9個隊 戰爭 會 與你無論點 我們會不會 一定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